戴情节节目后这个条总结 若立法性无安心处 现在人心都慌慌 立法性确实没有安心处 若立直观没有安心法 直观就是看破方向 那你懂得看破方向 你有安心的方法 把心安住在自信上 慧能大师所说的五句话是自信 望尽还原观里面前头三段 前面三段都不长 很短 那讲的是自信 自信的体向作用 讲得很清楚 金刚经也非常之好 大家都很熟悉 都安心法了 但是最简单 最殊胜 最稳当 最快速 不过于佛说阿弥陀佛 我们没有办法 安心于发心 我们把心安在阿弥陀佛上 这比安心在发心还具体 容易 我心里都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我只要进阿弥陀佛 其他独备 全方向 决定的神经 心就安了 我不想再出过世界主了 我一心到极乐世界 心就安了 心就定了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你怎么会不成就 你怎么会不成功